随着生活节奏的加快,不少人量抽了早餐草草聊事,午餐简单对付,晚餐以异常丰盛的饮食习惯。 医学研究表明,这种问题晚餐存在很多健康隐患,这样的饮食方式对我们的健康危害很大,还能引起多种疾病。 吃晚餐的三大坏习惯,太买吃,小心节食,工作压力大不能按时下班,工作地点距离加路途教员等这些客观因素的存在,使得大家的晚餐时间熟见后遗,长时间饥饿让人对食物非常渴望,到家后饥不择食。 这时晚餐容易吃得过多,再加上一天的疲惫,晚餐后的运动量很少甚至没有,也有一部分人是简单洗漱一下就上床休息了。 资料图章定设,这时很多的食物还在胃里,迫使肠胃不得不加班工作,增加了消化系统的负担,时间久了,人的肠胃功能就会减弱,导致肠胃疾病,还可能会影响睡眠。 进餐后4-5小时是人体的排钙高峰时段,如果晚餐吃得太晚,当排钙高峰到来时,人们已经入睡,尿也不能及时排出,尿中大量的钙就会沉积下来,久而久之可能形成泌尿系统的结石。 单位应酬等等情况,这时一般会肉食当道,蔬菜不足。 甜点相伴,八九盐花几个小时,高能量,高蛋白,高脂肪,高糖,高盐的摄入。 在增加了伪肠负担的同时,还会因能量过剩,而易引发肥胖。 资料涂成超舍,而肥胖是多种疾病的危险因素,如糖尿病,高血压,高血脂,痛风等。 高脂肪,高热量的晚餐,还可引起蛋固醇增高,又发动脉中央硬化和关心病。 晚餐吃太好,吃太饱,再加上晚间活动量小,也加速脂肪的转化,即已形成脂肪感。 长期这样饮食甚至还会增加机体患上恶性肿瘤的风险。 一日三餐中的晚餐,有人大鱼大肉,有人乙粥果肤,有人干脆不吃。 在减肥圈子里,骨不食法甚为流行,这样的饮食习惯不仅不能减肥,反而损害健康。 胃内食物的排空时间大概在四到六小时之前,排空之后,胃会继续分泌胃酸。 如果没有食物中和,胃酸会长期侵蚀胃黏膜,导致一些消化系统疾病的发生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放闻TT News.xyz获取更多相关资讯。